下面呢 咱就把刚刚为大家说的这个判断变量名啊 是否符合要求 这个咱们把这个代码咱们写一下啊 写一下 好了 vrm 然后呢 这个01啊 然后呢 判断变量名啊 变量名 是否符合要求点py 好了 打开 咱们原来说过很多次了 先写上这个东西啊 先写上这个东西 然后呢 这里边有个m 啊 调用 调用慢按数 然后呢 在这个位置 第一幅慢按数 那么接下来我会干什么呢 前面 第一步干什么呀 你是不是咱们先说了 是不是第五一些列表 里边存一图的一些读图 是不是当作变量的名字呀 那比方说叫names啊 names等于一个列表 里边放的是什么呢 咱们来放个正常的 前面 比方说这个A字 这是正常的了吧 咱们还见过 有下回线开头的 见过吧 这个啊 有这个下回线开头 A字也可以啊 咱再来一个不正常的 有A字 1A字 这个不正常 然后呢 来个A字1 这是正常的 是吧 然后呢 来上一个A 下回线 A字 是不是这也是正常的了吧 还会有什么正常的 想想 正常的来几个 还有什么正常的 比方说 A字123 就是数字 就是数字在前边中间 中间还没有 比方说A字 A字下回线 1下回线 这是不是也是正常的吧 咱再来个不正常的 只要是不正常的 比方说来上一个A字 来上一个A字 来上一个碳号 这是不正常的了吧 然后再来上一个A 简号 123 这是不是也是不正常的呀 这都是不正常的 这个电量 这个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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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正常 除了这几个之外 是不是其他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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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不正常 那么接下来 咱们要写个 证则比较试 来判断判断 他们哪一个 是否否合的要求会犯的 好的吗 那么21.match 是不是接下来 目的是否用他了吧 那么前面这个地方 一个正德 那么接下来 需要名字了 需要名字怎么办呢 我需要名字了 需要名字怎么办啊 你总不能把列表 扔到这吧 你总不能把列表 放在这吧 放在这不就废了吗 这个列表 又不是这不串 不行 怎么办了呢 否讯环啊 否 咱们昨天 是不是就知道了 原来否讯环 跌跌器 调用跌跌器里边 nets的方法 这个区里边的值啊 对吧 for name 然后in names for name in names 然后接下来 这个地方放了什么东西了 所以放了内幕啊 如果你这个正德要是合适 那么接下来 if it 就会满足 只要有反位值 请问这个哥们 是不是就会满足啊 只要不是零 不是零点零 不是空置物料 空列表 空置点 空缘路 就可以 他反回是个什么东西 他反回的是一个对象 不是这个 是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你只要有 他绝对不是空 简单言之 要是判断出来了呢 这个条件就满足 要是判断出来 我这个地方就肯定有做事情 要是判断不出来 我接下来是不是就做 这个else里边的事情了吧 就这个道理 既然你用到I1模块 那么别忘了 把I1模块导进去 导进I1模块进去之后 那么这个地方 咱们给正德 应该写什么来判断呢 先别管正德了 来说吧 咱们先把程序 给它完整 再说吧 比方说 变量啊 变量名 谁啊 这个怎么着 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等等等 然后这个地方百分 百分什么 那么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 YY 然后在这个地方P 多散了一下 DD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 不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没问题吧 那么关键的 现在就看 这个正德怎么下 正德怎么下 正德的要求是判断 一个变量名 是否符合要求 请问变量什么要求啊 第一位 因为字母 下滑线 但是不能是数字吧 那么这个地方 他说的是 因为字母 下滑线 那我能不能用 反系个W 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 能不能用反系个W 为什么 包含数字 没错 那么 中国号吧 A-Z 大A-Z 下滑线 没问题吧 下滑线 中间不需要用多少隔开 直接用下滑线 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有几个 一个变量 至少有几个 至少一个 请问 那这个后边是写星呢 还是写加 如果写上星 请问是否 也就是说 这里边一个都可以 没有吧 那你写上加 是不是很有的 必须至少有一个 你要是有一个字母的变量 比方说A 下滑线 这都可以 但是不允许出现1 也不允许出现2 是不是这种情况 不允许吧 所以说这一位判断了不是数字的 这是第一位 你后边有哪些东西呢 他妈 你后面有哪些东西怎么写 我如果要是把这个加号抹掉 请问行不行 这意味着啥 这是个意味着只能有一位吧 只能判在一位吧 那么我后面反写个W 但是假如说反写个W 星 那这个就啥意思 这个一定判断第一位吧 这个星是不是来判断反写个W 是不是有多少个吧 那么咱不考虑反写个W的中文的这个 咱们假如说一下 不考虑它反写个W中文的这个意思 那么请问 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就包括了 英文的数字下滑线 反写个W是不是都包括了 那么请问 也就是说这个哥们写了个星 那就意味着这个可有可无了 但是这个没有写星 也没有写加 也没有写问号 是不是这个必须的有啊 这是个道理吗 也就是说 不管你们这个变得没有多长 你反正拿着你的第一个字母 来判断这个 拿着你的A 来判断这个 拿着你的下滑线 来判断这个 拿着你的数字1 大家看 拿着它的数字1来 就判断的时候 这个哥们复合吗 立马就废了 那么这样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大赢的不复要求啊 其他的 除了第一位之后 大家也没发现 后面是不是有可能有数字 有可能有字母 是不是也有可能下滑线啊 所以说呢 接下来你写上个反写个W 也没问题 但如果有人说 农哥你不是说中文不行吗 OK 那我就把反写个大流抹掉 换成A 到小A 大A到大Z 然后0到9 下滑线 请问这意味啥 这个判断第一位吧 后面的这个 是不是判断后面的这几位 后面的这几位 必须是字母数字下滑线 没错吧 那么你可以有一个 也可以没有啊 所以说 这后面的东西 当然就可以有 可以不诺 只有下滑线 就只有一个下滑线 还是说什么 来来来 他同学刚刚说的这个 挺好 下滑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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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这是不是叫变两名 是还是不是 是 没错了 这就是变两名 这就是变两名 你说了 因为这么说的下滑线 并且第一个不是说的 第一个不是说的 可以 但是你这么写变两名 你的老大立马第二天就请你吃饭了 你懂我意思啊 请你吃饭干啥呀 你做的太好了 得讲讲讲 你还请你吃饭干啥 坐好 来三二一走 符合规范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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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这个是对的 哎 这两个哥们都反天了 为啥他还符合要求 各位们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点是什么 你看着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二一点 match 然后我写上一个证则 比方说我写上个反弦 个D 写上一个大括号 写上个3 那么请问是否意味着后边的数字 必须第有三个 咱们是 那不是这么说的吧 来 第二 group 你看啊 取出来了一二三 如果我少一位 他 百分之百挂 但是我多一位 三四五六七八九 你没发现 我拿着你这个东西来判断 我说了 东哥 我给你还一千万 是不是符合你要求的那一万块钱啊 可他必须可以吧 请问 同学们 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符合他的要求吧 但是符合他的要求 我将来用group取的时候 我只能取到符合正德的这个要求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同学们 咱们刚刚这个位置 正德表达式的match有个点 他判断以什么开头了 但是没有判断以什么结果 你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也就是说 刚 他这个地方 这两个不服 这两个不对 应该这个不对和这个不对在一起 但是他说的是对的 那么咱们也把这边打开 大家看看 为什么呢 咱们就拿着这个 咱们对比对比 来 咱拿着这个和这个正德进行对比 这个正德的要求 请问第一位一定是英文字母数字下滑线 当然没有数字 就是英文字母和下滑线 没错吧 请问你的第一位满不满足 满足 来 对比后面这几位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拿着这个正德来对比啊 请问 G符合 E符合 这个探号不符合 请问不符合的话 这个地方强制要求判断吗 没有要求 因为人家写的是新花 只要不符合要求规范 什么那就拉倒了吧 那么也就是说 此时他到底匹配出来的是什么呀 他仅仅匹配出来了 A字 你听懂了吗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判断 咱们两个从头到尾匹配 这就是迈其的一大特点 他能判断以谁开头 但是他没有判断以谁 听懂了吗 这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想要真正的看了这个效果 同学们怎么做 变两名符合规范 符合规范要求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再写一句 通过证则批配出来的数据是 来百分之百 来怎么 这个地方怎么下 接下来来上一个大括号 来上一个小括号 然后我在这个小括号里边 接下来写上谁 IT.group 是不是接下来是不是取了吧 U1你看我取出来的是什么 是咱们通过那个证则取出来的 是不是他吧 你通过这个的时候 这个A符合他的证则 是不是只取出来的A 懂了吧 也就是说他认为A是正确的 没错呀 但是你写的变量名是 几号123呀 他没判断了 所以说你就崩了 听懂了吧 那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咱们就需要接下来的指点 是什么呢 判断开头与判断结尾 你的match 同学最挑 match自带判断开头 match自带判断开头 那么他并没有判断结尾 那么我怎么想的判断结尾呢 道路夫 就是那个钱的道路夫 这个道路夫干什么呢 结尾 那将来他怎么写的呢 很简单 看着啊 我给大家写的 VM01 咱把这个程序咱们写上 你看看啊 效果 你刚不说了他 不符合要求吗 看着啊 YYP 我把这个咱们注释一下的啊 注释一下的 来 接下来看着 我想 这么一个要求 从这个地方开始判断 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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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的正德表达是判断完的时候 应该正好和你的变量判断完了 听懂我意思了吧 咱们刚刚之所以出现这个 这个成功的一个原因就在于 这个正德表达是 是批配完了 但是这个判断判断是不还没有批配到最后 这个地方了吧 所以说怎么办呢 我在这个位置 看着啊 看清楚了 在这个地方呢 写上一个Doll 从这个地方开始批配 一直到信号节数的时候 必须是正好批配到你判断判断的结缝 你听到我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当我判断完了的时候 你也正好的丸再讲 否则不行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来看 是这两个哥们不符合要求了吧 因为你们刚开始的只判断了A字吗 你并没有判得紧 碳号呀 我把碳号给你扔进去 那么将来你这个政策就不符合规范 你不符合规范 那么将来他们俩就不符合要求了吧 能理解了吗 好了 那么有说同学们言外之意 match默认判断了以什么开头 那么假如说咱们过一会儿就会讲解 不是以什么什么开头的判断了 就不会再用match来过一会儿 那你会怎么写呢 知道吗 这个地方来个向上的监控号 正确的正规的完整的政策表达式 判断以谁开头 用监控号 咱们为什么不写监控号也能成功 因为match默认判断开头 听懂了吧 至今你是padon里面的match也说功了 幻容语言有可能不见的 所以说在政策表达式里面 想判断谁开头 必须写上什么呢 向上的监控号 就说我要开始了 来用这个政策来判断开始 我要结尾了 结尾之前这个政策表达式 必须买多你 听懂了吧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从头监控号判断 写上监控号开头 写上道乐福结尾 监控号不需要在你这里边出现 道乐福不需要在这里边出现 它们有特殊功能 听懂了吧 监控号判断以谁开头 道乐福以谁结尾 这就是咱们刚课介绍起的 以谁开头 以谁结尾 能理我一会儿的同胞 好了 向上的监控号 向上的这个建筒 表示开头 道乐福表示结尾 刚刚已经也说过了 接下来同胞给大家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练一个这个 写一个正德 匹配出163的邮箱地址 但是有个要求 at符号之前呢 必须有4到20分 英文字母数字下号线 我这个地方呢 没有写清楚啊 我写的更明白点 at符号之前 有4到20分英文字母数字下号线 都可以 例如这个东西 是符合要求规范了 听清楚了吧 接下来写一个程序 写一个程序 请输入您的邮箱地址 邦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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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 你从键盘里边输一个 程序自动判断 这个邮箱地址 是否是合法的 像这个就是合法的 听懂我意思了吧 来 接下来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 开始写一下